放下 老师 倩倩 你回来了 这是您的伞 下雨了 刚才回妈妈的墳前看到一束花 就像是您来过 是 她今天生日 谢谢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就要见见 你看你去了那么远的地方 也不跟我们打招呼 也不跟我们联系 把我们都急死了 你又瘦了 我很好 孩子呢 孩子也很好 叫杨阳 是个男孩 我能去看看她吗 可以啊 杨阳 杨阳 我是奶奶 叫奶奶 奶奶 是杨阳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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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只小鸭 我一直觉着呢 你各方面都很有能耐 我还真没想到 你在生孩子上 你很有本事啊 给我们王家 生了这么好的一个宝宝 老师 杨阳不信王 因为我还没结婚 所以现在跟我信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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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秦秦 我还是觉着 我们王家 欠你很多 老师 您别这么说 杨阳她不是一个亏欠 是上天给我的一个礼物 你也别多想 睡了 睡了 很可爱啊 我太喜欢了 你听好了啊 我今天遇见一个人 谁啊 你儿子 你孙子 怎么了 我儿子可不就是你孙子吗 不 倩倩回来了 倩倩回来了 我以为她去美国之后 我就没有打算回来 她干吗不回来呢 她一个人在美国 人生地不熟的 她待那儿干吗呢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她把你的儿子带回来了 还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杨阳 阳光铺照的样 你没事吧 你怎么这个反应啊 我以为我告诉你 倩倩回来了 带着你的儿子回来 你应该是 是吗 她回来了吗 她在哪儿啊 我去看看她 怎么这个反应啊 我当然想了 今天洋洋 但是我不知道凯夕现在怎么想 你觉得她现在 现在不会开心吗 她 她为什么不开心 她 她把你的儿子带回来了 你总应该去看看吧 她肯定是希望 儿子的爸爸 能够亲眼见见儿子 妈 这都是我们自己这么想的 但是凯夕现在是什么样 一个状态呢 她现在是单身 已婚 还是有相处的对象 而且她回来之后 都没有跟我们联系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这样子去找她 会不会打扰到她呢 你放心 这些我都给你了解过了 凯西 倩倩 现在 单身 未婚 没有相处的人 带着一个孩子 就这么简单 行 如果事情真的不单纯 我找时间去看她 好 你今天在哪儿遇到她的 我去看了看她妈妈 我在那儿遇到了倩倩 带一个 琴欠言 没事 谢谢 杨阳 杨阳 看谁来了 这是杨阳 初次见面 你好 我是王伟 这里环境不错 是 我租的 为什么回来都不告诉我们 回来忙啊 搬家 而且要找地方 搬东西 这刚刚踏实下来 所以没有时间练习你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很好 现在就专心照顾她喽 也不工作 然后 我再试着做一个好妈妈 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希望我们之间 还是能回到那个 你叫我大伟哥 我把你当成亲妹妹 那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不管你有任何的困难 都可以告诉我 我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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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伟 你跟妈最近 跟开西是不是走得 有点太近了 干啥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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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个人带着孩子 确实不容易 没得不说 你想想看 我们的母亲 是怎么样帮我们带大的 你就知道 开西确实不容易 可是 可是开西不同啊 她明摆着拿孩子牵制你啊 你不能因为孩子而心软呢 你还没见过杨阳吧 挺可爱的 小伟 你该不会想跟开西 不会 不会 好 厉姐 进进 这是杨阳 这边请 厉姐 厉姐 你找个水吧 随便吧 不好意思啊 我这里面现在没有咖啡 也没有茶 只有水 厉姐好久不见 说吧 你这次回来什么目的 目的 目的 什么目的啊 没有啊 我就是回到上海 现在照顾宝宝 然后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你别装了 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 现在孩子也生出来了 你想以孩子 来分我们家的财产啊 厉姐你真的想多了 我没有 没有 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吧 我警告你开西 离我妈远点 还有小伟 你不要再有什么妄想 你跟她是不可能 是 其实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之前 我是做得有点过分 可能伤害到老师 上海的大伟哥 还有你 那个时候真的 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对了 我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现在想起来 确实很后悔 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但现在呢 我没有任何你说的目的 任何 要什么 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地 把我的宝宝养大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你等一下我开门 妈 王丽怎么在这儿 我 丽姐说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托儿所 江南孩子大了 帮我介绍一下是吧 好 未雨绸缪 这个好 谢谢 我给你熬的鸡汤 补一补身体 老师您太客气了不用 什么叫客气啊 你必须喝 知道为什么吗 你生了孩子元气大伤 喝点汤福布 赶快自己去吧 咬一碗吃吃啊